早点回到台湾最新的连线消息 319枪击案凶枪制造人唐首义 认罪弃保潜逃中国 而之前在厦门落网了 透过两岸的打击犯罪协议 把唐首义遣返回台湾 目前搭乘了班机从厦门直飞桃源机场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曾欣沛 欣沛请说 是主播这个画面上看到的 这一名穿着橘色外套戴口罩被压结的嫌犯 就是319枪击案当中 胸枪的制造人唐首义 2004年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 检警是一旦追人 查出胸枪子弹 都是来自唐首义改造枪支集团 不过唐首义在法院审理的时候 是弃保潜逃而被通缉 逃亡期间唐首义曾经隔空翻供 声称当初这个作笔录跟公死之所以 会离开台湾 都是配合这个检警的要求 日前唐首义在厦门落网 透过两岸打击犯罪协议 今天是遣返回台 而成绩多时的319枪击案 现在因为唐首义的归案 势必是再先波澜 另外唐首义还涉及了诈欺 钥事法已经被判决确定 还有一年四个月的刑期 将在遣返回台后归案执行 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情形 我们把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 谢谢新配的连线 稍后完整追踪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